疫情稍不停现在更有Delta病毒入侵 全台警方持续加强取缔 玉利警分局就在左西乡各村巡逻时 看到一名男子裸着上身 在进行搅土工程 警方下车搜证 男子解释说工作戴口罩很闷热 就把口罩放在了车上 另外在玉里还有一位民众 骑机车口罩戴一半露出了鼻子 警方当场搜证 落实一律财法不劝导的原则 疫情稍不停更有Delta病毒入侵 全台警方也持续加强取缔 玉利警分局就在左西乡各村巡逻时 就看到一名男子裸着上身 进行搅土工程时没有佩戴口罩 也一起立即下车搜证 而这名男子解释说 工作时认为佩戴口罩很闷热 就把口罩放在车上 麻烦了你身份证我看 身份证有戴吗 另外在玉里有位民众骑乘机车口罩戴一半露出鼻子 警方当场搜证 落实一律财法不再劝导 防疫适逢作战 希望在此严峻时刻 大家能共挺时间 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及活动 违反相关防疫规定 不断危及自身家人及他人身体健康 亦会遭受重罚及面临刑事责任 面对变种Delta病毒 虽然花莲林确诊 但是每天还是有二十几件没有戴口罩者被拆拔 玉里奔局表示外出一定要戴上口罩 尤其Delta病毒是目前已经知道传染力最强的病毒 传染力是原本的四到六成 如果出现包括头痛 喉咙痛 流鼻水等症状 或者是曾经到北农 屏东县等高风险区域 请务必到卫生所做免费快筛 记者高松松预理症采访报道